诗篇第七十六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六十八篇 一到三十五节 全能的神眷顾的主 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 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 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 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 如辣被火融化 唯有一人必然欢喜 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 他的名 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 他的名是耶和华 要在他面前欢乐 神在他的圣所 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身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 使被求得出来享福 唯有悖逆地住在干燥之地 神啊 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 在旷野行走 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 天也落雨 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 神啊 你降下大雨 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 你使他坚固 你的会众住在其中 神啊 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主发命令 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统兵的君王逃跑了 逃跑了 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寿所夺的 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 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 灵毛镀黄金一般 全能者在境内赶散猎王的时候 势如飘雪在撒门 八山山是神的山 八山山是多风多灵的山 你们多风多灵的山啊 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 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 神的车年累万迎千 主在其中好像在西奈圣山一样 你已经升上高天 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就是在被逆的人间受了贡献 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 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 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定 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八山而归 使他们从深海而回 使你打碎仇敌 你的脚踹在血中 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 神啊 你是我的神我的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 歌唱的行在前坐月的随在后 都在几股的童女中间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 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 在那里有同管他们的小汴雅民 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 有西部伦的首领 有拿弗塔利的首领 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神啊 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因你耶路撒冷的殿 猎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求你赤贺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 并列邦中的牛犊 把银块踹在脚下 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 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 古诗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世上的列国啊 你们要向神歌唱 愿你们歌颂主 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 祂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 祂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 祂的能力是在穷仓 神啊 你从圣所显为可畏 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这一篇诗篇是台约柜游行时唱的 第1至18节是历史的回顾 论到神过往的得胜与恩典 第19节至35节则是胜利的沾望 论到神今后人会继续得胜与赐福百姓 诗人在游行的一开始 就宣告神的大能 因为神曾经在过往的历史中 带领先祖摩西及众百姓 昂然无惧地走出埃及 而仇敌在他的面前都要逃跑 另外 诗人提到神不仅至高无上 大有能力 他也俯身照顾卑微的孤儿寡妇以及一切孤独的人 并且使人脱离一切的瑕疵 接下来诗人述说神在旷野带领选民征战得胜赐予他们产业 以及拣选西安山作为他居所的经历 诗人回想起神先前对他百姓的扶持和帮助就更加深信 他今天仍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 使人脱离死亡 又叫他们击败敌人的神 而当神透过约会住在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 神就要赐给他们能力为他们灭绝敌人 最后 诗人呼吁列国都要来赞美神 诗篇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就是各个诗人都特别喜爱在过往的历史中 数算个人或整个民族经历神的管教与恩典 每一次的回顾都让他们更加坚定信靠那一位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是活人的神 以致他们能够从神得着确具与能力 面对现今生活中的困境 诗歌 数算主恩的歌词写到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并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 感谢主这段歌词的内容 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得力的秘诀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一同来数算神的恩典吧 主啊 我要天天来到你的宝座前 数算你不曾断绝的恩典 感谢你天天背负我的重担 直到如今都成为我的帮助 我要赞美你直到永远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阿们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是你来背负我的重担 让我知道我永远不用背负了重担 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阿们 是的 主啊 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我们真是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来交给你 你喜悦我们这样做 你的名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是的 你的名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你是拯救我们的神 你是应当被冲送的那一位 因为你应许我们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阿们 主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让我知道没有一天我需要背负我的重担 因为是你来帮助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 主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主让我们在任何的光景中 我们都可以抓住你的名来称颂你 阿们 是的 我们要称颂你 因为你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主耶稣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你就来拯救我们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来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感谢主 是的 你成为我们的帮助 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因为有神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你要宣告 这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主你是拯救我们的神 以至于在任何的光景中 我们都不惧怕 因为你会来拯救我们 我要永永远远 称颂你的名 因为是配得称颂的 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